世界栽培苹果的起源在新疆 也就是说我们当水果吃的苹果 在基因上都能追溯到新疆的这片叶苹果林 那是不是可以说没有中国 就没有白雪公主 没有牛顿 没有乔布斯呢 当然这是玩笑 不过找到了世界栽培苹果的起源地 这就相当于是找到了栽培苹果的老祖宗 并且这个古老的苹果家族依然是枝繁叶茂 种植资源丰富 这个时候又有了一个新问题 那既然我们说苹果的起源地是在中国 为什么后来又说中国的苹果是美国传教士引入的呢 现在一个是从科学的考证来看 就是说最早的苹果酥的苹果 是起源于中国的西南部和中部地区 这个苹种的这个形成以后 被鸟类传播到了这个天山山脉 那么在天山山脉的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下 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物种 赛威斯 那么这个栽培的苹果 它的果实 种子 枝条 传播到了欧洲 这个传到欧洲的品种啊 经过于当地的野生种 就比如说是欧洲酸苹果 经过它的基因渗透 形成了现代的栽培苹果 那么这个苹果呢 就有欧洲人呢 带到了美洲 带到了澳大利亚 带到了日本等地 那么1850年到1870年这段时间呢 但是美国的传教士 就把它的这个 在美国种的这些苹果 这个苗木啊 就移到了烟台去种植 是中国的苹果 沿着地球转了一大圈又回来了 谢谢大家